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安培 四川藏区阿坝县 星期六予为尼姑自焚 在送往医院救治的途中死亡 此外 甘孜日报周一首次证实 上周五在卢霍县一牧场和犯罪嫌疑人发生枪战 并造成三死两伤 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 海外的藏人组织星期一告诉本台 两位死者是参加过示威游行的藏人 他们在上月23日已被打伤后躲入了深山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说 2月8日 10名朝鲜人在试图叛逃韩国的途中 在中国的沈阳被警方逮捕 中国方面准备将他们遣返朝鲜 韩国的一个人权组织得知这一消息后 向韩国的全国人权委员会提出紧急救援的请求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后 已经有2万多朝鲜人逃到了韩国 其中大部分是在最近几年叛逃的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星期一 启程前往美国访问 预定星期二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 美国国会将在同一天 就中国的维权人士高智胜 郭全 以及中国的法治人权状况举行听证会 据报道 高智胜和郭全的妻子将出席这次听证会 他们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对到访的习近平 提出释放中国维权人士的要求 江苏南通市永兴商城的上千名商贩 反对政府以城市改造为由 抢拆商城 周一到区政府门前堵路抗议 周边的交通一度瘫痪 他们还怒砸了政府的大门 之后又集体到市政府上访 有大批的警察在现场戒备 富士康旗下的宁波奇美电子有限公司 四家工厂 有部分工人因工资待遇问题罢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人员证实 周末确实发生了工人罢工的事件 ABCD四家工厂都涉及在内 这位管理人员解释说 春节期间和之后工人数量大幅减少 劳资矛盾问题比较严重 被当局指控 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浙江民主人士朱于夫 遭重判7年之后 独立中文笔会发表声明 抗议当局的做法 美国方面也表示 关注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 香港民间团体发起游行 要求北京当局立即释放 因传播茉莉花革命信息 而被捕的异议人士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安培 谢谢收看 再见 再见